热转硬、水转硬、干式转硬三种转硬方法比一比 热转硬、水转硬、干式转硬三种方法都是透过压力转硬,但因三种方式使用的压力来源有所不同,影响了工序、成本与成硬物类型。 今天就跟着一生一起来认识三种转硬方法吧。 一、热转硬、热转硬的原理是将油墨印刷在特殊处理过的转硬纸上,再透过模具高温加热加压使其溶解,将油墨转硬在成硬物上。 二、水转硬、水转硬只需在硬质后上胶,这层胶接触到水后会进行溶解,使油墨释放,此方法粘着度较差,转硬后需碰上保护漆以避免掉漆的状况。 三、干式转硬,透过图上接着记的转硬纸,对其位置后施以按压,便能将油墨转硬到成硬物上,但因为干式转硬较为费力,加上粘着效果不持久,通常仅使用于草稿设计。 今天介绍热转硬、水转硬、干式转硬三种转硬方法,希望能帮助有转硬需求的您,更加认识其中的特色与原理,若您在转硬过程中有任何问题,一生十分乐意为您服务哦。 一生成立超过二十年,拥有丰富的专业经验,提供大型工业用机台及小型创业的个人用设备,包含UV直噴机、雷射雕刻机、热转硬机等印刷设备。 拥有专业售后保固团队,提供免费线上设备咨询服务,任何数位印刷设备需求欢迎找寻MRT品牌一生,免费服务专线,0800-520-005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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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